走,让我们一起走 去滨江临安泰古厕 来过台北市 见过台北市大地主的家吗 就是在这里,看一下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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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镇前方形塑像 珍安山鸾头的假山雇主明山 明堂左右以微土草坡 包备中央明堂腹地 为的就是重现 弥补补古厕的风水地景象征 古厕外面显示闽南建筑形式 庭院周围园林讲究自然而然 云水自在之造景理念 蜡蜃 перед 都是 irgendwie lia签的 sais 虽然知道 肽然然涅壓 outra建筑形 降得防御师的头发 Hew 不实,小中见大幽远不尽的空间形塑,兼具养性,赏玩游器,文化教育等功能。 疫情养性当不在话下,是市民朋友日常生活的后花园在此拍摄婚纱取景, 网红拍照打卡杂志广告拍摄等,更是远近都爱结伴欣赏游玩的最佳首选。 所以处处可见观光客还有老师带小朋友来参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样的古鸡要搬个家真的很不容易,它又这么的大, 你想每一块建材都要写上编号,在运送的过程当中还不能速度太快, 而且还遇到了风雨的花,那这里可能会长一些白蚁, 白蚁的话可能就会让它损失掉原来的东西, 所以今天能够剩下的这些已经是万幸了。 真的应该要给它掌声响起,谢谢他们这样子的努力, 让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林安泰古厕。 古厕的搬迁很不容易, 当然之前的一些洋宅跟风水上的讲究, 在这里是没有办法一一呈现,也只能用一些示意来带过。 这里有很多观光客来到台湾,是一定要来拜访一下的。 当然一些网红更是不能错过它, 还有一些拍摄婚纱照的人们, 毕竟这里曾经是大户人家, 所以大家也很喜欢在这里拍摄。 拍出美美的照片以外呢, 还可以沾沾大户人家的时长跟养分。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 拍照的这天,忽然间下起了一场大雨。 很多的人都没有离去, 坚持在这里继续拍照, 还有很多人在这里逛园子哦。 相逢知识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